因为台风逐渐在远离我们 另外一个就是在过去这段时间 台风实际上并没有走得太快 走得非常非常慢 我们叫扭扭迷迷地在往北走 在这个过程中间 台风会持续增强 台风的范围会持续扩大 目前台风的半径 已经到达250公里 但是离我们韩式有一段纪律 离我们最近的时候 有370公里 所以韩式不会到达台湾 另外它的近中心的风力 从13级增加到15级 阵风增加到17级 它的结构非常的结实 很幸运它没有到台湾来 到台湾来那真的是吹鼓拉朽 而且带来的风雨都非常非常的大 不过目前这个台风 韩在这个地方 慢慢扭扭捏捏地往北走 因为它正好这边是一个高压 这边也是一个高压 它要移到这个风道里面来 它不是很快地就进来 它要慢慢地往北走 扭进来以后才会出去 所以这段时间 我们仍然是会感受到 有风有雨虽然不是很大 一阵一阵的雨还是蛮多的 我们看一看我们提供您台风的 目前的状况 目前台风大概位置是离我们 大概370公里 过去一段时间就没有动 就是在这个地方 而且未来走得很慢 你看这段时间24小时 也不过离我们470公里 走100公里而已 现在看起来这种走法 还要再慢下来 我们说是近似滞留的状况 它的半径离我们虽然很近 很远 但是我们还感受到它的风雨 另外我们看一看 从雷达回波上 看得到这个台风点非常的圆 表示这个台风在这个地方 还在打转 假设说台风点稍微有点长的时候 它就开始在动 这么圆的就表示 这个台风还在这里打转 所以它外围的云系 只要到台湾 就会让北部这个区块的雨 就会下一阵子大雨 所以雨是间歇性的 不是完全下的 假设说整个这个区域 到达台湾来 那不得了 那个雨至少在500毫米上 甚至到800毫米 所以我们从它在过去 经过琉球群岛的时候 它带来的雨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它已经是非常大的雨量了 我们看一看卫星云图 卫星云图最容易看到 就是靠它北面的 是切下来的云 不是像这边这样宽的云 所以这种情形 也导致台湾下雨 下的不是很多 只要云过来以后 才会有一些雨 目前看起来它只是一阵一阵的雨 所以下雨的状况 我们就看看雨量的分布 目前的雨大概就在这个区域在下 也仅仅是大雨而已 大概到下午雨就会慢慢停了下来 到明天基本上台风就已经离我们而去 所以我们就是今天这一天 在这个地区在山区的雨势还是蛮大的 请大家要特别注意 尤其海边的风浪 看起来是没有风 但是它带来的浪还是相当相当的高 大家要特别注意了 以上气象 谢谢您收看 把现场交换给主播佑珍 请不吝点赞